歡迎收看時代足球總會發甲組聯賽 勝Bus對新球賽後精華 先開球是穿著紙衣服的新球 而勝Bus就穿著白衣服 見到新球的攻勢 禁區艇推橫 踩回庭 傳入禁區裡面 這裡加多的就沒問題了 可惜 勝Bus有球員在門前 將球解為相當驚險 之後這邊右路的攻勢來自新球 傳在中間 今次沒問題了 門前掃把雀 將球送入龍門 入球的是陳樹德 繼續見到都是紫衣服的攻勢 繼續都是右路 看今次怎樣做 傳落底線 傳在中間 有人馬力逼 照樣射得入 這球好在起腳夠快 見到四個白衣圍圍著他 說的是五進浩 這裡再看一次這球 傳落底線傳給五進浩 三個白衣圍圍著他 就是夠快 其實龍門都能撲到 不過阻礙不到這個球入網 繼續都是右路的攻勢 今次先帶回中間 再傳轉邊 沒錯 這樣射過去 可惜就不中籠了 繼續見到都是紫衣服的新球攻勢 今次傳在中間 第一點傳傳了少少少 拐環再射過去 就被城北龍門沒收 那球繼續在新球腳下 傳過去 轉到山 再傳進去 沒問題了 站到入小禁區 沒人釘 龍門想橫移去封位 都慢一步 入球也是他 停輸得 今天回開二度 他都 這次換成左路 完全入禁區裏面 踩回禁區頂 是否立即射 推多一步再射過去 那球勢就很厲害 不過被對手擋到 上半場新球領先3比0 下半場就由城北開球 那球勢就在新球腳下 傳入禁區裏面 會迫在中間 立即抽射 這球射過去的時候 也有觀眾大喊 這球可以了 搞定了 這球 入球的就是李嘉陽 但見他射的時候 好像通過對手的省球 新球領先到4比0 然後見到聖北的反擊 這裡有人賣迫 傳得夠快 推多兩步 決定這樣遠射 威脅就差一點 繼續見到左腦攻勢 來自新球的 傳過去 打個後爭 誰知道就賺到人 傳到這球是好球 來的 比賽末段 聖北施的攻勢 直接走入禁區裏面 跳高個球 出埋大 扣正吹完牆 最後新球贏4比0 哎 好